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说 人应该对神的大爱创造赋予给予的 给予的赋权的应该应有的回应 那么这个回应是方方面面的 那么我们是从爱神这个角度上 然后另一个是从时间上 然后每个星期拿出时间来 然后去专门给神 去敬拜神 去读神的话语 然后去亲近神 也在按照神的教导 过基督徒他们的生活 所以这是我们应有的回应 当然回应方面也可以涉及到其他方方面面的 但是无论如何 那么我们人被神所创造了 他处于他的大爱 那么他要赋予我们权利 那么我们一定要给他应有的回应 那么我们拿出最好的来给神 我想你会有各种不同的体验 从时间上讲 从这个物品上讲 从这个神的教导上讲 对吧 方方面面的 好吧 那么今天呢 我就把这个 这个 这个人应该对神的大爱创造 然后赋予 赋予给我们的权利呢 给予应有的回应呢 就给大家 这个分享 讲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收听 收视收看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请你转发点赞给你的朋友们 你的弟兄 主内弟兄姊妹 让我们一同这个爱神 守恩西日 做我们 尽我们的本分 好 我们做一个祷告 我们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的大爱 你的按照你的形象和样式 来造我们 那就是圣洁 公义 怜悯 和平 仁爱 春山春美 春真春美的形象 让我们内在性的 骨子里 这个有神的形象和样式 我们非常的感恩 也同时非常感谢神 那对我们这个信任 把这个地上的管理权 治理权 教给我们人类 我们今天呢 也希望用这个 尽心尽心尽意 尽力 爱神 和守恩西日 尊从神的教导 来回应神 以上祷告 封爱我的主 耶稣基督名 Amen